辩正子贡问于孔子曰 西者其君问正于夫子 夫子曰 正在劫财 鲁君问正于夫子 夫子曰 正在玉晨 叶公问正于夫子 夫子曰 正在越近而来远 三者之问一夜 而夫子应之不同 然正在一端呼 孔子曰 各因其事也 其君为国 奢乎台谢 淫于怨幼 五官即乐不解于时 一旦儿次人 以千圣之家者三 顾曰 正在劫财 鲁君有臣三人 内比周已于其君 外聚诸侯之兵 以弊其名 顾曰 正在玉晨 夫经之地广而兜霞 民有离 心 莫安其居 顾曰 正在越近而来远 此三者所以为正书已 诗云 丧乱灭姿 增不会我诗 此商奢侈不解 以为乱者也 又曰 匪其指贡 为王之昂 此商奸臣 避主 以为乱者也 又曰 乱离莫以 悉其事归 此商离散 以为乱者也 查此三者 正之所欲 岂同乎哉 孔子曰 忠臣之贱君 有五亿焰 一曰绝贱 二曰杠贱 三曰降贱 四曰执贱 五曰封贱 为度主而行之 无从其讽贱乎 子曰 夫道不可不贵也 忠行 闻子贝道 诗意以王其果 而能理贱 以活其身 圣人转获为福 此未誓语 楚王将由金台 司马自其贱 王怒之 令尹子熙贺于殿下 贱曰 今金台之官 不可失也 王喜 扶子熙之贝曰 与子共乐之以 子熙不马实礼 尹配而止曰 臣愿言有道 王肯听之乎 王曰 子其言之 子熙曰 陈文为人臣而终其君者 绝路不足以赏也 于其君者 刑罚不足以诸也 夫子其者忠臣也 而臣者于臣也 愿主赏忠而诸于焉 王曰 今 我听司马之见 是独能尽我耳 若后世游之可也 子熙曰 尽后世一耳 大王万岁之后 起山林于京台之上 则子孙必不忍 由于父祖之墓 以为欢乐也 王曰 善 乃环 孔子闻之 曰 至哉 子熙之见也 辱之于千里之上 亦之于百事之后 者也 子共问于孔子曰 夫子之于子产 燕子 可为至已 敢问二大夫之所为墓 夫子之所以与之者 孔子曰 夫子产于名为会主 于学为伯物 燕子于君为忠臣 于行为公民 故无皆以凶 誓之 而家爱静 其有一族之鸟 非习于公巢 下旨于殿前 疏斥而跳 其喉大怪之 时时聘鲁问孔子 孔子曰 此鸟鸣曰商阳 水响也 西同尔有屈其一角 朕讯两梅儿跳且摇曰 天将大雨 商阳鼓舞 今其有之 其应至矣 即告民屈至沟渠 修堤防 将由大水为灾 请之 大林语 水亦犯诸国 伤害民人 为其有备不败 谨公约 圣人之言 信而有争以 孔子为密子 鉴约 子智丹妇 仲悦 子何师而得之也 子与秋所 以为之者 对约 不其之志也 父续其 子其子 续诸姑而哀丧记 孔子约 善 小节也 小民父以 尤为祖也 曰 不其所富士者三人 所凶士者五人 所有士者十一人 孔子曰 富士三人 可谓教孝以 凶士五人 可以教替以 有士十一人 可以举善以 众节也 终人父以 尤为祖也 曰 此地民有贤于 不其者五人 不其事之而 丙度焉 皆教不其之道 孔子探曰 其大者乃于 此乎有以 西遥 顺听天下 勿求贤以 自辅 夫 贤者 百福之宗也 神明之主也 西乎不其之所以 智者小也 子共为信仰载 将行 辞于孔子 孔子曰 秦之甚之 奉天子之时 无夺无法 无报无道 子共曰 赐也 少儿是君子 其以道为类哉 孔子曰 辱为之祥也 夫以贤待贤 世卫之夺 以不消待贤 世卫之法 还令吉诸 世卫之报 取善自语 世卫之道 道非切才之谓也 无闻之 知为利者 奉法以利民 不知为利者 王法以亲民 此愿之所有也 至关莫若凭 临财莫如连 连 凭之手 不可改也 逆人之善 思未必贤 扬人之恶 思为小人 内不相训 而外相傍 非亲目也 言人之善 若己有之 言人之恶 若己受之 故君子无所不胜焉 子禄智朴三年 孔子过之 入其境 曰 善哉有也 恭敬以信以 入其意 曰 善哉有也 忠信而宽以 智庭曰 善哉有也 明察以断以 子共直配而问曰 夫子未见由之正 而三称其善 其善可得闻乎 孔子曰 无见其正以 入其境 填愁尽意 草来甚 辟 勾絮身至 此其恭敬以信 故其民尽力也 入其意 强乌顽固 树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宽 故其民不偷也 至其亭 亭甚清贤 诸下用命 此其言明察已断 故其正不饶也 以此观之 虽三称其善 雍尽其美矣 优优独播剧地下 优优独播剧地下